嗨 各位车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师 自从上一支影片 老师说老师要去陪小孩以后 很多车友都非常的关心 第一个是 他想要找我悲痛 但是我现在改冲浪啦 啊 不用担心 好吗 老师 虽然我不敢讲说就是 百分之百肯定一定会回去啊 对不对 因为未来事情很难说 但是 我觉得回去的机会也是很高的好吗 啊你们先好好练一下 OK 开玩笑了开玩笑了 但是就是 各位车友就是非常的关心啊 就是 就会说啊 老师你是不是 知道就是不做了 我干嘛 没有老师只是先不比赛而已 好吗 频道啊 会员啊 教学影片啊 线上课程都还是照旧 而且老师觉得 老师现在更有时间做这些事情 好 因为你也知道老师要经营补习班 老师如果又要把赛车 就是练好的话 这两个都花我很多时间 那变成就是老师的影片很多东西都还没产出来 对吧 但是我现在如果不比赛 我是不是就有空出这些时间呢 是吧 我就可以稳定的来做教学 而且教学本来也就是老师擅长的部分 因为我自己本身本来就是补习班老师嘛 再加上我本身就是个素人 然后去接触赛车 然后之后到常常上班讲台 很会上班讲台 对不对 就是我很清楚这个过程 我很想把我就是这些过程把它讲出来 让车友就是不要摆走这些冤枉路 或是知道怎么样规划比较好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学到的嘛 毕竟就是本来就是要贡献出来的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车友问买车会负教学吗 这个是一定的 是吧 这就是老师一贯卖车的宗旨 就是一次购买终身服务 当然不是天天去教你 但是你只要有一只问啊干嘛 老师一定都会解答 老师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前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开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那边死练 瞎练 浪费油 浪费引擎 时速浪费轮胎 是吧 而且发现问题了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解决 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根本完全都不知道 但是你就可以直接问我 对吧 再加上老师还会付给你线上课程 线上课程就是 你可以借由线上课程来学习 知道怎么样循序渐进去学会驾驶赛车 那我也是想跟各位车友讲 游梦赶快去追 老师现在可能会中断也是因为老师有家庭嘛 有老婆有小孩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家庭 还没有老婆 没有小孩的话 我建议你赶快去追 真的赶快去圆梦 我觉得赛车真的是个很好的运动 好吗 不要等到像老师这样 老师觉得老师接触真的算很晚了 老师37、8岁才接触赛车 你看真的有点太晚了 如果我今天27、8岁就接触了 或是17、8岁就接触了 7、8岁就接触了 那我现在是不是在F1 好 没有啦 开玩笑 这也是开玩笑的 不要太认真 好吗 就是老师希望就是 如果我可以更早就接触这些东西 我是不是就可以从事这些东西 更久我会更快乐 对吧 是吧 或者是可以学更多 城市可以更高 是吧 所以老师真的鼓励你 就是 如果 你真的有想要就是 从事赛车运动 想要圆梦的话 赶快 知道意思吗 时间是不等人的 好吗 趁你还没有 就是 加累的时候 对不对 是不是 赶快去做 这个是很值得你去 人生中完成一次的清单事项 老师是这样的感觉 OK 因为老师在赛车的过程中 真的是体会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快乐 好吗 然后再来就是 希望 语重心肠跟各位车友讲一下 因为老师反正现在没有在比赛了 对不对 我可以讲真心话了吧 对不对 应该没有问题啦 因为现在 我不比啦 你拿我怎么样 是 开玩笑 都是开玩笑 你看老师现在多free 有没有 是不是 哈 老师想讲的是 记得 赛车真的是个 花钱的运动 你如果 希望 你赛车要有成绩的话 人 跟车子都要OK 人 50% 车子 50% 你人在厉害 你没有一个好车子没有用 你车子在棒 你没有一个有技术 会驾驭他的也没有用 赛车很特别 像你可能打羽毛球 可能人就百分之百 对不对 打撞球 也不要讲百分之百 可能羽毛球人就百分之九十啊 对不对 他 他随便拿个哨把 对不对 是不是 周天成戴智英也打赢你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 只是他可能 球卖没有那么要求 他技术层次到 跟撞球也很像 撞球就是 很厉害的 甲组拿个公干 也是咻咻叫 对不对 但是赛车真的不一样 车子真的不能随便 你看F1的比赛就知道了 有没有 为什么就是永远都是那几个大厂 因为他们车子就是快 是吧 车子差别就是大 车手技术真的差那么多吗 我不觉得 因为他们从小都从 卡丁车升上来 而且他们都是 卡丁车中的 佼佼者中的 佼佼者 了解 所以赛车运动就是 车子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想讲 有些钱 真的是必要要花的 有些轮胎真的不要省 因为你开到就是 轮胎都已经 完全没抓地 你还在开他 你还不挽 是吧 比赛的时候不会有这情形 那也许大家都有听说 苏马克 有没有 以前都捡人家不要的胎 抱歉 那好几十年前了好吗 时代在进步 科技也在进步 我不相信现在 TOP的人 他用那种 剪掉的轮胎 他可以比赛可以赢 我不相信 抱歉 真的 我觉得不可能 以我学到的知识 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拜托不要这样子 好吧 所以该话一定要花 例如说 车子要买好的 引擎要用好的 轮胎要用好的 该投资的就是要投资 你要有这个决心跟觉悟 知道意思吗 你的路才会走得又快又迟 当然你中间可以犹豫 就是啊 我是不是不要换 我是不是怎样 你会发现 你的进展 就会被你的决定所耽误 这是老师的良心话 老师也不是一直在卖车 老师就卖自己的车而已 老师也不是轮胎代理商 老师也不是引擎代理商 老师也不是车架代理商 好吗 但是老师的经验是这样 如果真的再让我重新一次 我绝对不会买烂车架 烂引擎 用烂轮胎 是吧 或是用烂的东西 绝对不会 以前我还曾经 就是车子连发动都发动不了 在比赛的时候 你看 我就没有买新引擎啊 是吧 人家用新引擎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点火一下就起来啊 效率又好 是吧 人家用车架好的 你用车架旧的 是不是 那你跑输 到底要怪车架 还是怪人 对吧 而且你把东西弄好 我觉得人会比较没有借口 知道意思吗 会直冲到底 而且你车子 或是这些东西用好的 你就知道你要加强的 就只有你的技术啦 好吗 良心话听进去 OK 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